哈囉,大家好,我是Walker 手機飛人外掛看Walker 這裡是一台iPhone 12 mini 它已經更新到iOS 14.7囉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快速的 把這支手機任意修改到全世界 你就可以暢遊全世界啦 準備的東西有 這一台另外一支手機 它可以上網 用SIM卡上網 再來就是 藍牙魅影2.0 還有這個藍色魅影2.0 我們特別要說明的是 它的規格是藍牙連線5.0喔 那它是5.1 所以藍牙的速度是目前最快的 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往上滑回到桌面喔 右上角往下滑 開啟飛航模式 關閉Wi-Fi 開啟飛航模式關閉Wi-Fi之後 我們才可以用這些東西 來修改這個手機的定位喔 再講一次 開啟飛航模式 關閉Wi-Fi 我們才可以用這兩個東西 來修改這支手機的定位 那沒有4G沒有Wi-Fi 那這怎麼上網 當然就要用到我們說的 藍牙連線的方式 或者有線網路的方式啊 那我今天要示範一次 藍牙的方式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支iPhone 藍牙是打開的喔 再來我們來設定這支手機 按設定 個人熱點點它 這個藍牙網路共用喔 你要把它打開 好打開之後回到上頁呢 我們就回到藍牙啦 再來手機這裡也是 iPhone這裡我們按設定 好上一頁 上一頁 這裡一個藍牙打開 有沒有他們互相找到了對不對 好這裡我們按這一支好了 從iPhone按 都可以你要從這裡按也可以 好按配對 那這裡按配對 好我們兩個都連線喔 連線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可不可以上網喔 來我們這裡 這邊找一個雅虎 那這支手機 因為在室內喔 我覺得訊號不是很好 我就把它拿到 4萬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上網了呢 OK 這樣就上網啦 當然 上網的速度是 3M 每秒 3M 每秒 3M就對了 當然 可能還不是緊快 一定不是沒有WiFi快 那目前 使用的狀況 我們是這樣子 來看一下 這樣我們還是可以上網喔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和這個來修改這個定位吧 這支手機的定位 首先 這個的連線方式超簡單喔 這個滑上去 我們開啟APP 就是 一個連結就可以安裝的APP 好 這個呢 連接方式就是 這個這一頭插到手機的下方 充電 好 這右下角有一個 綠色的標誌有沒有 這樣就是連線完成了 拔起來 沒有綠燈 就斷線了 插上去 綠燈 好 就連線 再來 我們用這個藍牙面影的方式呢 這個要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先回到 先到 設定 藍牙 這裡 有沒有 13579 點它 這樣就連線了 再來回到APP 右下角還沒有綠燈對不對 這個藍牙標誌按下去 點它 點它 好了 這樣我們就連線完成囉 這樣是連線完成了 接下來的操作這兩個 其實通通一樣喔 只有連線的時候 這個直接插上去 這個直接插上去就好了 然後這個要藍牙連線 就這樣 兩個的差別 就在這裡 那這個要用的時候要一直插著 因為要連線嘛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拿走 這樣 再來我們就把它飛到全世界吧 先滑上來喔 到設定這個地方 回到上頁 找到隱私權 好 定位服務把它關掉 定位服務把它關掉 好 然後我們回到上頁喔 魅影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設定到我們想要去的 還是我要去西班牙 這個路徑我設定好囉 按循環 然後開始 這個按最小化 這樣我們看到它在走囉 那這樣不夠快 效果不夠好的話 我們這裡可以調速度 我把它調成時速 50 40 來調到50 好 這只是做效果喔 齁 實際上不要走那麼快 可以嗎 好這樣子 很快看它在動對不對 好 回到我們的 定位服務 這個定位要把它打開喔 再來打開寶可夢 OK我們登入寶可夢啦 打開之後呢 畫面就是這樣子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讀取速度喔 這樣子點它 好出來了 這是新版的藍牙喔 我覺得速度 快很多了喔 它的速度是 每秒3Mbps 讀取的速度是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隨便抓一隻頭蓋龍喔 現在這個是用藍牙連線的方式喔 準備了一隻新的安卓手機 藍牙5.1版本 這隻iPhone手機是 藍牙5.0版本 目前最快的版本 好 它的讀取速度是這樣喔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其實重點就是 跟大家講藍牙的方式 它的讀取速度是這樣子的 好 包包滿了 來 再抓一隻 Polygon吧 做到囉 好 今天藍牙 今天用藍牙連線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歡迎在底下留言問我喔 也請大家多多訂閱和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忘了補充了 之前介紹很多的這個 有線網路的方式 一樣可以用喔 之前介紹太多了 所以我請大家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就可以啦 今天是因為藍牙的速度提升了喔 我有發現 其實我一直在研究 那我有發現 欸 這個好像還蠻堪用的 就提供給大家啦 大家參考參考喔 謝謝大家 請大家多多支持 掰掰 掰掰